這個鍾小平他對於 鍾小平他現在是就是說 他認為自己在 是萬華區的郭台銘 但是議員這邊又有找這個 宣董來幫你聲援 宣董是我自己很好的公益夥伴 然後他很很 他大概前兩天就錄好啦 這個也不是聲援 他就是支持一個最好的人 這樣有錯嗎 對啊 郭董大哥也是那麼久的朋友了 我就不要去消費任何人啦 不好啦 他們都是我們國民黨的戰將 郭台銘跟薛明志 真的不需要去消費人家不好 議員傳出你會就是 傳出就是你會支持 比較年輕的人出來選 那現在有傳出好像 剛剛早上訪問鍾小平的時候 他有提出說 提到韓濱這樣的名字 那會不會韓濱這樣的人選 您怎麼看 基本上有些默契就在我的心中 我絕對不會特別去消費任何人的名字 OK 很多的事情 就是把把誠信放信中 就是這樣子 我只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說 應小微不會在媒體前面 消費任何一個人 或散播任何的消息 就算有這樣的事情 也不會從我應小微的嘴巴裡說出去 有誰又有誰 因為這是彼此誠信的問題嘛 你自己跟人家談任何事情 然後自己嘴巴那麼大 去外面講不好 對啊 那有聽說林嘉欣今天會過來嗎 我不知道啊 我之前他要選的時候 我也說 OK我支持你啊 就是這樣子 因為如果那個林嘉欣跟韓濱兩個 加入你們三位在地議員的初選競爭 那你是樂觀其成還是有什麼想法 我基本上如果是韓濱 我馬上退出 我絕對馬上退出 我就是挺他 因為我 既然你們問了我就說嘛 OK 我一直很挺他 而且我很希望是韓濱 就是這樣子 是你們問的喔 OK 但是我 我就不多說了 但是很多事情 我放在一個默契在心中 我應小微就是一個 很希望看到你們 你們看你們現場每個女孩子 對不對 我就覺得 顏值高 然後 又有戰鬥力 對不對 基本上我就是挺年輕人 因為我覺得這才是國民黨 永續經營的傳承 我再話一多 話多一點的講好了 就是我希望年輕人看到國民黨的奮鬥 看到國民黨的不一樣 那我要從我應小微開始做起 那如果等不到年輕的人 那我就下來打仗 我再講一句話 我十年磨一劍 我一揮劍 我就一定成功 這就是我的道理 OK 謝謝 OK好 拜拜 謝謝 不好意思 想問一下 你知道那個黨中央有一個空降奇兵 在中正旺旺 你有接受到嗎 好 這我來回答 好 來 傳很多 傳鄭麗文 傳謝榮介 甚至傳韓濱 甚至還有做韓濱的民調 可能 我說市黨部 可是現在都是空缺來風 今天的下午三點半開會 就是要 就林嘉欣來也可以 簡單講是不用繳110萬 然後林嘉欣來就四個協商 協商哪兩家民調 然後這個哪三天做民調 今天其實見面 黃旅主委主持的目的就是兩個而已 那可是不能日期先出來 日期要我們四個決定 只要講清楚 現在是很小平之意說 你提前把這個民調行政公佈出來說 華裔黨內有黑箱作業 我也是看你們報紙上的啊 你們報紙不是 有寫什麼幾號到幾號可能 然後這樣子也有問題啊 我也不知道 然後呢 因為他覺得自己蠻委屈的 還說自己是萬華郭台銘 他自己不看嗎 我這樣講好了 我對於他的這個一些說法 我都尊重就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要相信國民黨嘛 如果國民黨你要指望他不公平 那還要指望什麼 國民黨就是什麼東西 都是照著機制來 然後我個人運小微的對象 就是你 就是你吳佩儀跟余美人 我去管這些黨內自己在那邊講這些 我覺得沒必要 會不會覺得是中議員故意抹黑 我又不是 不是一次量習慣就好了啦 這個還好啦還好沒有關係 他說自己是中正萬華的郭台銘 你認同嗎 我都尊重你太棒了 但是我是最佳女主角好了沒有 OK這個還好啦 那因為想問一下這一次您初選是打算要全民調還是比較偏向黨員投票 我個人完全沒有意見 因為對於一個準備好的人來講 不管你是全民調還是什麼黨員投票 我都沒有意見 我完全也沒有意見 我也不會去相信說國民黨需要怎麼樣的不公平 講真的不需要嘛 你自己的實力擺在那邊的話 你擔心人家說你公不公平 你自己實力要展現嘛 我我就是這樣子覺得 多後與美人14個百分之百民調怎麼看 這個跟我看到的民調不大一樣 當然現在有很多種民調嘛 所以我想我們還是會很有信心來 在這個地方往勝利的方向前進 不過我覺得現在是 國民黨因為人選還沒有出來嘛 據我們現在看到民調好像是中小平是最強的 所以最近我看很多的候選人也都相當的積極 所以我也是要跟他們祝福加油 希望未來在選戰裡面 有機會可以正式的跟他們對決 怎麼看說民眾黨邱成遠跟余美人如果都投入選戰的話 那對你會比較有利 我是聽說民眾黨好像柯文哲還想要把候選人敲掉吧 就是說有人非常的積極有意願想要投入中正萬華 其實這段時間我也看到邱成遠委員 也很關心萬華地區學校的教育等等的 但據我瞭解他現在深陷黨內的困難 因為好像主席還蠻希望把他喬掉的 所以我希望他也是可以努力加油 我也呼籲各個政黨 其實有年輕優秀的人選想要出來參選 不應該因為政黨之間的算計啊 禮讓啊等等的把他搓湯圓搓掉 這樣是蠻可惜的 那怎麼看民進黨現在爆出這個性騷擾案是痴案 而且這個許家田的態度啊就是有點 還問他反問他說那你當初為什麼不跳車 怎麼看這樣子的性騷擾案 這題我想問吳佩毅 就是我想問佩毅也想問林非凡 就是當初你們懷抱這麼大的熱情 來加入的民進黨 那個初心還在嗎 他們還是你們當初請全心全意 要為一起努力奮鬥的那個政黨的初心還在嗎 有沒有改變呢 這件事情我想社會都有公平 已經是這麼清楚了 不要說只要他黨的性騷擾案呢 這個你們就炸鍋 然後呢你們自己黨的這個性騷擾案呢 就蒸發OK 我覺得這個是要嚴肅以對的 我希望所有的這個人民 都好好關注一下他們處理的態度 剛剛聽到賴主席提到 願意誠實面對問題 我覺得很開心 然後也很期待另外的表現 相信賴主席在2020總統大選 黨內初選階段 蔡英文總統和他的勢力 曾經指派網軍攻擊您的政治立場親中 您也曾經呼籲總統不要再指揮網軍了 而民進黨在2022地方選舉勢力之後 還是不檢討網軍問題 相信賴清德主席 您不再深究此議題 是因為未來這些網軍能夠為您所用 還是您已經忘記 網軍曾經對您個人 還有台灣民主所造成的傷害了 第二個問題是跟108課綱有關 剛剛賴主席有提到 2030雙語國家 剛剛賴主席有提到 對於2030雙語國家的質疑 表達了願意欣聽學生、家長 和第一線教育工作者的意見 然而在108課綱 已經有許多人提出批評了 確認見到執政黨 聽到大家的聲音 並做出實質改善 想請問賴主席 未來如果有幸當選總統 要怎麼改善民進黨 現在傲慢的習性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剛剛提到誠實面對問題這個概念 我剛剛一開始有報告就是說 其實在 我們在臨床工作上面 其實醫師是必須要誠實面對病人的病情 還有誠實面對數據 還有誠實面對治療的反應 這個是基本的態度 所以我在擔任立委市長 或者是院長的時候 甚至現在副總統也是這個情形 那你剛剛談到的這個108課綱 當然一定會有發生這個許多問題 那我也 我也有聽到 我也知道 大概社會上對108課綱所反應的 諸多問題 那目前是這樣 就是說 教育部 他們正在進行這個檢討 檢討的這個事情 那未來我會特別關注 因為教育是百年大祭 關心的國家的未來 那這部分我一定會 注意這個事情 簡單跟你說明 呢 除了 我 道理 麻煩